米食为台湾主要的饮食文化 在农粮署推动下 国产米食有了新风貌 富丽香农会将地方盛产的稻米 磨制成米股粉取代面粉 研发出系列蛋糕 馒头等米制品 而民众尝鲜之后认为口感以及风味 更胜小麦制品 农会评估市场接受度不错 相当受大家欢迎 米食是台湾主要饮食文化 在农粮署的推动之下 国产米食有了新的风貌 富丽香农会将地方盛产稻米 磨成制米股粉取代面粉 研发出系列的蛋糕 馒头等米制品 民众尝尖之后认为口感以及风味 更胜小麦制品 农会评估市场接受度不错 相当受大家欢迎 我们的农会一推出我们的米面包之后 就广受很多消费者的欢迎 这些都是我们农会员工 他们自己研发出来的 我们调整了很多的制成 然后才可以把米股粉发挥到淋漓尽致 可以改进它米股粉的 它一些霉精性的这些 所有相关的这些口感 农会同仁研发制作蛋糕 以及松饼可以完全用米股粉取代面包 面粉 南投则是需要采米股粉 面粉各办方式来制成 目前以米股粉制成的食品 会先在农会推广贩售 然后我们的米面包的部分的话 我们取代的配方大概40% 就是要减少我们的进口的面粉的用量 我们也推行的就是要减碳 因为我觉得现在地球只有一个 为什么气候变迁这么的严重 所以我们在推展我们的农业 推展我们的商品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能够进到保护地球的一份责任 农会销售自制的皇后米股粉 美人米股粉 以及黑米蛋糕粉等三款的米股粉 目前也推出相关米肤以及米果制品 让面粉能做的事 米股粉也能达成 积极投入推动米食行动 记者高商双副理箱采访报道